我們再看看這一位 吳吐薩老居士 這位是我們聯社倫理班 烏錦章居士的父親大人 這烏薄婦啊 他們是住台東 台東那就比較偏遠喔 沒有什麼火火好聞喔 結果啊 他老伴去世的時候 就是照世俗的啊 急救啊 壓壓 不行啊 宣佈死亡啊 一如換一換啊 就殯儀館太平間一晃一兵 就照世俗人這種處理的方法 結果多虧他的孩子 吳醫師 那時候念中國醫藥學院 在台中 那中國醫藥學院裡面有一個活學社 醫王學社 他懂得活法 一聽到他媽媽往生 趕快 趕回台東老家 一到家裡 一知道媽媽被兵了 趕快到賓儀館 就把冰箱打開 把他媽媽請出來 一看已經病得硬邦邦的 整個臉部那種痛苦的表情 那我們的烏醫師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帶領了家裡的大大小小 就跟他媽媽念佛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那人的孝心啊 是會感動佛菩薩 這烏薄母雖然已經去世了 已經冰了已經冰了硬邦邦了 就這樣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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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部的表情就一直轉變一直轉變 轉變得非常非常的祥和 身體也一直柔軟一直柔軟 這烏薄母一看非常非常的感動 從那時候開始就開始念佛了 就由於他老伴去世的因緣 這烏薄母就開始學佛了 念佛了 後來這烏醫師學校畢業後 又在台中成立一個佛化家庭 那這學佛人就有孝心 就趕快把烏薄母引請到台中來居住 那到台中這個環境啊 他的學佛的因緣就更殊勝了 要聽經 要念佛 要助念 靈有又多 這烏薄母就更花心了 來用功修行了 他雖然沒有特別念什麼書 可是他就用毛筆子抄了很多的佛經 可能抄了最起碼有將近一千本的佛經以上 大部頭的淨土五經啊 什麼地藏經啊 最不可思議的 他就是把那麼一本厚厚的淨土聖賢錄 全部從頭抄到尾 那麼一本厚厚的書 要全部看一遍都不容易 他全部用毛筆子 由最開始的歐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師知菩薩 一直歷代的唐宋爺明清一直到民國到台灣來 這些各式各類 逆弄往生的事蹟 全部超過一遍 心裡全部融入一遍往生人的印象 就最讚嘆映光祖師往生的自在 花心看映光大師的文超 聽說文超前後看了六遍 後學還親自聽他背了一段 融光大師的文超給後學聽 一般啊 家中有老人家的話 家裡兒媳婦要上班 他會寂寞孤獨 可是這吳伯父剛好相反 所謂的真修行人單於寂寞 他向後學說 兒媳婦上班了 孫子上學了 正好家裡都沒有人干擾 正好用功 而且他有一個 非常好的生活習慣 每天 規定自己一天的 作息時間 一點都不馬乎的 幾點到幾點 念活 幾點到幾點用餐 幾點到幾點睡午覺 幾點到幾點做什麼 什麼時候洗澡 什麼時候休息 什麼時候起床 日久天長這樣子用功 這樣子照著自己的功課表 這樣來做 所以他兒媳婦就說 看我爸爸在做什麼事情 就知道現在幾點了 你看看 一個在家居是能夠有 這樣子的功課 真是太好太好了 所謂的淡薄於明治 靈靜以致緣 人家功誤就給他練上了 往生前一天 就像他當醫生的孩子 和習慕說 我要往生了 他兒媳婦 以為人家84歲 好好一個人 突然間怎麼冒出這句話 以為在說著玩著 沒有特別留意 那一天晚上 後學就到他家去 和吳伯父念佛 談佛華往生的事情 談了正高興 吳伯父也抓著後學的手 就說黃居士 我明天要到歐彌陀的蓮花國去了 後學一聽 你當下 向老人家恭喜道賀 說伯父太好了 欲知實至 身無病苦 八十餘高齡 能夠安詳往生 太好太好了 然後後學就問老人家 說吳伯父啊 您明天要往生了 您一天念五六萬生的佛號 好 這樣子用功的一個念佛的行者 您好不好 留一句好話 給我們做紀念啊 老人家 毫不馬虎的說好 然後就說 加強念佛 越念越愛念 加強念佛 越念越愛念 他是用台語講的 加強念佛 越念越愛念 大家真的是要把這句 往生人的心得給記取 印光大師說的好 念佛無盡的妙味 唯有真正死心塌地 念佛的人他能夠 嘗到 魯家所謂的樂在其中 樂此不疲 世界再也沒有什麼事情 比他這種修道的樂更樂了 那吳伯父說出這句後 後學就鼓掌 那就有人說 人家要死了 您也幫人家道賀 也幫人家鼓掌 後學就說 我們是往生 我們不是死 那沒有學活的一般的煩惚 生老病死 臨終的痛苦慘叫 那是沒有福氣 我們念佛的人 是時間一到 至尊至貴的佛 親自來我們面前接引 從此一刻就把無時節的 生死的苦完全擺脫 結果 就到那無有眾苦 淡受諸樂的西方極樂世界 諸上善人 聚會一處 能夠以最快速的時間 成就到樂 能夠承認再來 簡直就是有一個 成活度眾生的希望 天底下還有比一個 環乎能夠成活 更值得恭喜的事情嗎 所以後學就向他道後 向他鼓掌 然後後學就握著 吳伯父的手 就說吳伯父 您老人家功德也滿先往生去了 後學要往生的時候 您可記得跟佛來接喔 所以吳伯父也毫不馬虎說 好好 然後後學就說 我們就開始幫您註念喔 他就說好 後學就去向吳醫師 就是他的孩子 和媳婦說 伯父說要往生了 我們準備幫他註念 這吳醫師就說 我爸爸好好一個人耶 今天幾點起床 幾點念活 幾點休息 和平常完全沒有兩樣 後學就說 對啊 我們念活的人 生的苦已經過了 老病死的苦都沒有 這樣子往生才叫做自在啊 後學圍拱他 還沒有信心 就再舉 剛剛講的那個 曾明聰居士 往生的事蹟給他聽 我說曾居士 就是五分鐘前 還可以上洗手間 我們幫他念活 五分鐘後就往生 那吳醫師一聽啊 也就接受了 我們就 把這個註念的場地排好 活像掛起來 就開始幫他註念 就從那天晚上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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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隔天 凌晨 就是明天啊 這吳伯父啊 就在拿手錶 要看時間 大概要看待自己要往生的時間 後學唯恐他分心啊 就像老人家說 伯父不用再看時間了 歐伯父我知道幾點幾分來接你往生最好 就把錶拿起來 他就跟著大家念 念了一活 他手又想要去拿手錶看時間 結果因為我們手錶已經幫他拿走了 就放一個念珠 他就抓到念珠 念珠一拿到 清清楚楚的一句話一句話跟著我們念 那真的是 靈命忠實 完全正念昏明 真實的功 整整念了一串 念完後 後學就把念珠給收起來 收起來後他又跟著我們念 念念本來眼睛垂簾 後來眼睛自己就睜開 就正對著這奧彌陀的像 雙手就伸到這個佛前 所以安詳往生 真的沒有打望於明天往生 真的隔了 過了五月隔了明天 真的往生去 老人家生前說 我這樣用功念活 大概將來設立值有一些吧 結果 往生後火化出來燒了一千多顆的設立 大家由烏伯父 烏土薩老居士 在這個勢力有沒有可以體會 這個念活啊 不只對年輕人打好基礎 對老年人尤其要緊 現在這個工業化的工商社會裡面 多少老人家的問題 他要能夠念活啊 那真的是他退休以後 最好最好的一個大的福報 常常念活拿念珠 刺激我們這個末梢神經 又拜佛又吃素 又聽經 腦筋清楚的痕 身體健康的痕 也不用什麼老人痴呆症 時間一到自在往生去 也不用給這些晚輩在那邊久病無效值 那在著想為什麼他當時一說他明天要往生 後學就升心了 因為我們就看他平常的心態 這老人家平常一開口就是談這個念活往生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的用功 這就是因果嘛 如是因如是果 他老人家何苦無緣無故 向你說他要往生 他就是功夫到家了 和你告假了 當然最要緊 我們要拒取他老人家修行用功的心得 加強念活愈愛念 我們啊 真是祝福所有見聞者啊 能夠和吳伯伍一樣 念活念得華喜充滿 我們感謝吳伯伍這樣好的 這樣自在的念活的典喚的視線 祝他老人家也是早日誠願再來廣度眾生